我快去研一三零劍 我是不可能的 那你現在可以做你的Presentation Show 你的Demo 看看你的Project 還有什麼 你的手機沒有PowerPoint 那麼有趣 有有有 拿來剪一下 那麻煩你們可以開PowerPoint 說 就好像正常一點 有幾隻 好啦 那 那我們這次 就用了這個 你可以開麥克風 聽不到 好啦 那我們這次就用這個 Magento 的購物卡 那 那 因為我們覺得它很多 有不少的功能 那 那 它 大約 它是 還有我們看到它的介面都OK 方便 所以就用了這隻 那 對 這些就是用它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 用它 幫大那個PowerPoint 對 幫不了 不是 你Present 給別人敢P 不用了 那 那 那 這堆就是它用它的公司 下面還有很多 我們都劇不完 嗯 對 那 那 我們 起伺服器 我們就用了這個 WFP5來建 那 還有我們都 在這個 PHP My Admin 那裏 加回 那個database 進去 那 那 那 因為它本身 這個Megento 它要 進入了一些 sample data 才 才行得 我們試過 所以 就用了 PHP My Admin 加回 嗯 要不需要 逐個 你 緊要的話 你就說 那我可以飛 那些是Nexy 那些又可以飛 哈哈 是啊 其實有 installer 幫它安裝的 是啊 那個WFP5有 installer 那麼在這裏 你要 選擇 選擇 你用什麼Bowser 它 裝 裝的圖中 嗯 嗯 這裏 就 Local host 就照 照回這樣 的 就 不用設定東西的 多數 嗯 這裏 我們都是在 My Admin 的 在這裏 按創建 加回 Database 那麼它 你看到這裏 就會多了 多了個 叫 Magento的 東西 嗯 嗯 這裏 對 那 就按 按個 Magento 那個 table 就可以 這裏有一個導入 鍵 那裏 就在這裏 加回 Docicle 的file 或者是個 seed檔 那它都可以認到的了 那 不過它有 很黏密的 就是 2048kb 即是 你玩了 你玩了 我忘了 2ml 那 差不多 對 對 那 另外 裝呢 它就 它 Magento的官網 就有個 攝檔給你裝的 那你爆開了之後呢 你就要放回去這個 那個 Dub A and P Dub Dub Bup 那個 那裏 那裏 那這裏 那裏 那裏 就是你裝 Dub A and P 那裏 它會自己製作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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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出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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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按Continue就可以了 另外在這裡Create Admin Account 就自己打了Feel的這兩度就可以了 下面我也不用理會它了 然後其實中間有兩部 不過我免得劇 總之你去得到 中間還有這裡 有幾部沒有劇 其實你去得到這裡 代表你已經完成了 這裡就是 這個Backend就是Admin Page Fundend就是去你自己本身的網 給別人看那個 那我講一下如何進入Film 我們用咪 那我講一下如何進入Film 其實原本這個就是 Makando自己的地方出來的 原本的樣子 其實它就可以上映 有個Userfani的設定 這樣就可以 跟這個途徑去進入 這樣就可以去 下載那個 你要那個Puddin的Folder 然後再幫你安裝在網上 這樣就可以用得了 但是很不幸 我們就用不到這個功能 因為就 我們下載了 就算下載了File 它都說我們裝不了 這樣 我們就 因為如果這個情況 我們就決定上網找回一些resources 就是找回他們原本的那個Folder 之後 我們再跟回那個Folder 它支援給我們 告訴我們 放在哪條Path 我們逐個逐個File進入 是的 然後 然後 之後再跟回這裡的設定 這樣 這個Film 就要選擇你 要展示出來的那個 那個網頁 因為可以 McKendo可以支持你的幾個網頁 你可以製作幾個Version 中文、英文、法文 諸如此類都可以的 然後你就要進入這個 叫做Design的View 之後 再進入你那個 你那個Film的Folder名 之後 就會展示出新的Film的樣子了 這樣 Language Practic 也一樣 也是同樣是 Pub-in的安裝 這個就是 下載的頁面 這樣 也是我們用不到的 所以我們都是要用一個很越長的方法 去進入一些Path 逐個讀 讀完之後 我們都是要選擇 分頁的那個 那個類型 之後再選擇我們下載了那個Language Pack 的語言 之後 我們就能夠展示出 我們可以展示我們想要的語言 然後再說一下怎樣加產品 首先我們就要在這個Catalog的Tab 它會彈出來的 按這個Manage Product 其實不是應該要開個網 開個網 直接開個網 直接開個網 那我呢 來 出一下 那可以回到這個Manage Order 這樣呢 那怎樣加一波 嘩,出去了 先拉過去 那顆按鈕在旁邊 進去吧 這裡有一顆按鈕 叫做Add Product 其實我們沒有理會 就直接按Continue 嗯 等一下 這個名字 自己打 我ABC 這裡可以設定 多重 重量 還有 這裡Status要按Enable 否則沒有人 就看不到這塊什麼 然後這裡 我是選擇Default 然後這個 這個 Wisible 就是 它可以展示在網上 又可以被人搜尋到 另外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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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自己選擇 看什麼顏色就選什麼顏色 然後 可以選一個特價 特價做多少錢 你想做多少錢 那我先當是八五折 那另外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設定 我想什麼時候 哪一天到哪一天 來做這個特價 那 譬如我想 可能 情人節 大一位 那 我就在這裡 選擇這個 2月14日 不過我 我免得 免得這麼久 直接在這裡 在這裡按 我5月25 到5月28 就做八五折 這樣 那 那 那 之後這裡 Meta Meta 這些可打可不打 是的 那這裡就 上 上 上 你的產品 那 如果 講完 如果 沒有Flash 的話 就要先安裝了Flash 就算因為它要用Flash 來裝 用Flash 才能顯示到 這個東西 那 我 哎 糟糕 蛋 嘩 好可憐 這個 然後 按完之後 要按一次 Upload File 是的 還有 這三 三點東西 要 先按 按了它 否則 它就 死圖 沒有這款 對 現在才能出 然後 描述 這些 你就對產品 描述 一 一 二 一 來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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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屎 哎呀 笑了 你 你 一定會裝 不 算了 你做其他 展示 你試試下貨 看看你過不來 喔 因為其實我最興趣 知道你究竟 你用不可以 即是付不付錢 你付不到錢 就不能用 那我先說 買東西 買東西來看 買東西 買東西 我先進我的帳戶 先 你 有幾個 三個 我暫時出了三個 入了三個 嗯 行 好 我入了我的帳戶 這樣 我就回到那些產品那裏 我就隨便選擇 單一件 我加入球員車 之後呢 我要選 我要 發送去哪個地方 我選擇 之後 我繼續 我繼續付錢 之後 它會有的 單位就會問你 你想發送去你 原本你的用戶設定的地址 還是你不在那個地方 你可以再去其他地方 發送去你要特定的地方 我選擇這個 之後 我計算運費的那些 然後 我繼續 接著它會問你 上電費的 給的 給Credit Card 還是PayPal 我去PayPal 之後 它就會 計算運費 總數 給你總數 之後 我按 訂單 接著它就會 發送去PayPal的網頁 開始 發送去PayPal 你還未打開 你還未打開 我還未打開 按一下 現在打開 我還能玩 啊 不好意思 請抱一抱 谢谢大家 喂,你下一个展示,你记得要Lock in PayPal 你才出来 你Lock in 的Developer 你就不用这样弄 你Cookie会保存了 其实应该保存了 那你就不用东西了 死呀,现在那边闪了 那我再试一次 你刚才关了真机 应该可以的,我之前好像是可以的 Refeshger 就这样 都是要你Lock in 你真机和假机怎会有关系呢 你玩东西 真是 唉,你已经死了 算了 算了 扔下来 不是 其实我们有Captal图 这样就 这样就 回到这里 这样 这样我们去到进去 那这样我们展示到单 给一些用户看的 那我们展示完单 之后可以 用户看完他要的信息 他就可以再按了 Know 嗯 之后他就会有个Message 展示回 你已经给了钱了 之后就会彈回去 我们的Local Hold 那边 会连回我们的 order number 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 做完 DTel 嗯 好了,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以展示一展示 也有的 那我们这个Mecando 我们 进到桌面 这样你看到 这样他会告诉我们 有个类似Curve 的问题 让我们看看 我们到底 在这24个小时里面 我们到底有没有货 有没有人买到东西,会显示我们的人数 有多少人买我们的货品,会有一个货币 我们买几亿货等等 还有其他功能 它可以连接Google Analytics 我们就在Google Analytics 特意加了一个货币 就专业查这个货币 我们可以看到 它真的有个货币出来 不是流的 还有什么人说呢? 好,就专业了 看看有什么货币 然后都好像没有什么货币 OK啦,那都可以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它不会死,怎么也不会死 太好了 我是第二组 我是怎样 哪组出来先是你们 转个屏幕按一按按按键 那看看有什么味道 没错,我有几个屏幕 如果不是真是懒疑 如果是三个子 每个屏幕后 我有准备 你得申理设定 我见到群 doctor 你不准备